不只说得一口气夜惊 自己也说到做到 美国赌场大亨永利 因为疑似帮中国进行游说 却没向美国政府登记 而遭美国司法部 以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起诉 是三十多年来首次依照这部法律 提起的民事诉讼 永利之所以被指控 则和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 扯上关系 美国司法部指控 永利曾在2017年川普主政期间 试图游说美国驱逐郭文贵 背后疑似是当时的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 他曾为此和川普共进晚餐 更和白宫国安会官员 有过多次讨论 美国司法部声称 永利是为了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 因为他在澳门拥有三家赌场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 如果人民代表外国政府或政治实体 进行游说或公关活动 都必须登记 意味着接受美国政府监督 美国司法部表示 永利过去四年来都拒绝登记 决定起诉他是要迫使他乖乖就范 永利的律师则声称 永利从来不是中国代理人 因此没有义务登记 并强调会提出证据反驳 美国司法部 华视新闻综合报导